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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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同意投靠铁木真 难道你们都忘了 在太赤无人欺凌铁木真孤儿寡母的时候 我们都干了些什么 现在看人家强大起来了 我们厚着脸皮投奔人家 怎么能张开这张嘴呢 不好开口总比掉了脑袋叔父吧 现在我们早点投奔他 等他战备了米尔亲人之后 再联合扎木河和托沃林汉来对付我们 那我们的厚脸皮 将要和脑袋一起滚到草丛里去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此一时彼时 别吵了 你们争什么 我们投奔铁木真并不是投降铁木真 别忘了 我们注尔气人 是伟大的何不乐可汗的长旨后裔 是何不乐可汗所属的不仲之中 挑选那些手能弯弓的 胸有胆识的 身怀记忆的勇士组成的 注尔气就是英雄的英雄所生的意思 铁木真算什么 我们在他妻子被密尔气人掠走的时候 和他们联合也是对他的一种恩惠 母亲所见即逝啊 还等什么 马上移营去布尔汉山 是 是 撒船别接受令 女主人让你马上停下来 为什么 她没说 大家都停下来 母亲 就要到布尔汉山铁木真的营地了 为什么要停下来 你们有没有脑袋 我们没有通报 就直接走到铁木真帐外 我们倒好像真来投降了 那 你找母亲的意思呢 派人去布尔汉山 通知铁木真 你就说你知道她有难 所以率队来帮助她 让他们母子排队前来迎接 是 莫齐 布尼伯科 什么事说了 布尼伯科 你是我们朱尔汉家族的勇士 你去告诉铁木真 就说我们来了 世卫 十年前我们抛弃他们的事道歉吗 胡说 你要拿出朱尔汉人的威风来告诉她 我作为族兄 是看她遭遇到不幸 才特意来帮助她的 让他们母子劣劣来慧悟我们 布尼伯科 布尼伯科 你就这样去说 不管那个抢来的女人 和她生的孩子怎么回答 你都不要忘了 你是高贵的祝儿祁勇士 走吧 这 这 这 木槿 你有把握吗 你问什么 田木真会不会不念旧恶 不计前嫌吗 有什么办法 木华丽 你说什么 刀瓶进水里 过一会儿水面就会平静如初 刀要是砍在人的身上 尽管伤口能够愈合 可伤疤是一辈子抹不掉的 你这个卑贱的奴隶闭成你的乌鸦嘴 木槿 木槿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讨这个没趣呢 儿子 你以为 有谁会因为你的妻子被抢走了 也会有这么多人 相帅归来 只有靠铁木针 把他身边的人都拉过来 这样 你才能在有一天像你祖先 和不勒可汗一样成为蒙古部的主宰 不然 下一个在蒙古部里称寒的 就是铁木针 可是 如果铁木针不是用马奶酒 而是用马刀来引进我们怎么办 你腰上胯的是树枝吗 你最多不过是用自己的血来证明 你是何不勒可汗的长旨后裔 好吧 何大吉台 在 让大家下车下马 吃干肉 喝足了水 准备准备 首领 准备什么 来什么迎接什么 管他是酒还是豆 是 不必庸人自忧 木槐 你又说什么 天堡针的力量太小 他面对的敌人太强大 他需要联合一切朋友 哪怕是暂时的朋友 他怎么会为自己多多数敌呢 用不着你来就凶我 木槐黎这个人倒很特别 被剑的骨头 可他的见解总出人以外 乌方俊 你要么用他 要么杀了他 你们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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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来了 快走 看样子铁木针 不像是来寻仇的 三十别急 铁木针母子来迎接你们了 来 是我尊敬的嫂子 额里真飞吗 像松树一样挺拔的科伦 不但有红极拉人漂亮的脸庞 而且有蒙古勇士野素该的才干 这就是多灾多难的铁木针吧 神母 我就是那个多灾多难的铁木针 好孩子 我们诸儿启家族是伟大的 和不勒克汗的长旨后裔 在族人危难之时 我们总会证明我们的血统有多高贵 听说你们有了难处 我们不像太智乌家族一样幸灾乐祸 而是带着我们光荣的勇士 向你们伸出救援之手 多谢额里真飞神母和萨茶变弃兄长 请 来 大哥 你去迎接竹尔启家族的人了 还同沐西一起到他们的仗车前列队欢迎 不错 你忘了他们同太初人一起抢抢我们的牲畜 逼走我们的奴隶和不忠了吗 谁不知道竹尔启人一个个以英雄自聚 娇得像多长了一只脚的龚山羊 你以为他们会真心实意的帮助我们吗 谁知道他们来逃避我们 保存什么样的祸心 我没有忘记 永远也不会忘 那你为什么不用马刀砍断他们偷东西的贼爪子呢 你们吵什么 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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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我们结过院的人太多了 我们能一个个恩仇必报吗 那也不能像对待恩人一样的欢迎他们吧 你们想过没有 除了太迟巫族人 就属竹尔启人伤害我们最深了 他们归来的时候我们给他们这样的礼遇 那些背叛我们的蒙古各部落就会减少疑虑 主动的来投奔我们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点是密尔契人 连塔塔尔人害死我父亲的仇恨 都要往后放一放 现在我们需要人多多的人 不管他们现在心里想什么 只要能帮我打败密尔契人 就可以成为我的朋友 我为什么要吝啬马奶酒和礼仪呢 请俄皇将去 一一八二年 铁木针扎木盒托我灵寒三部联军 会合于蒙古扎打蓝布 两位首领已经到了 托我领寒 今天是出击了 对不起 我们晚来了三天 扎木河 这次你可是三部联军的统帅了 该怎么处罚 请发话 今天是第一次 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我们科列布出兵比他多一倍 出于客气才推举他当统帅 他倒认真起来了 托我领寒父亲 请进账 承蒙托我领寒和我的安大铁木针的信任和推举 由我指挥这次对米尔齐人的战争 我们扎达兰部出兵一万 气炎部出兵一万 可列布出兵两万 我们四万联军同仇敌凯 一股荡平我们共同的仇敌 米尔齐人居住在薛良河一带 从我们这里出发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绕过布尔汉山直直布乌拉川 另一条绕到东北渡过清了霍河 第一条路近 而且也不用过河 但容易被敌人发现 第二条路远 还要过一条河 但却可以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米尔齐人的面前 我想采用后一个方案 不知在座的诸位以下如何 好 天不真玩 你说呢 攻其不背 出其不意 是个出其制胜的好方案 我看就按扎木河安带的部署办 扎木河的部署是对的 不过由于托沃林寒来晚三天 很可能暴露了我们的偷袭意义 不一定奏效 那将使我们遭受重大的损失 我也想过了 只要我们每个突击的士兵 有两匹马换成 行动得快 还能赢得时间 这倒是唯一可以补救的办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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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铺杜 铺杜 什么事 铺木枝连和扎木洛斯托连函函 四万骑兵已经杀过来了 快 儿子大 跟我走 铺杜 你记铺杜了吗 铺木枝就在前面 不 儿子大 只有迎着敌人跑才能乘出包围圈 快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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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鳌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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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拼了同胎 鳌尔天 你在哪 我是拼了同胎 护士天 嫂子 护士天 铁木珍他们来了 我们一起喊 铁木珍 铁木珍 我们在这儿 大哥 你看 他们在那儿 铁木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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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主人 等一下 他就是何阿台 就是他霸占了别了谷台的母亲 叔 我母亲在哪里 他在我的包里 别了谷台 让他领你去找你的母亲 走 在哪 在里面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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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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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会失了 这次战争是铁木针 土一蒙古草原的第一次战争 战争的胜利丰满了铁木针的银翼 同时也增强了他振兴起研布的信心 铁木针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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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花黑尘 快把波尔天从车上扶下来 好 天木真 你还转什么呀 快把包织起来 快点 我去 走 波尔天 不要紧张 这个孩子他只是想出来看看这个世界 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你也别紧张 要放松 我生过五个孩子 托长生天的福 每次都是顺顺当当的 来 来 坐这儿 坐下吧 哎 何初温 你怎么还不吃包啊 我虽然是没有下过高的母羊 可我知道生孩子对于人来说 一点儿不比母羊更难 好 怎么样 安大 还没生吗 是啊 已经下半夜了 这个不速之客 怕是不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这话什么意思 安大 我说这话太有资格了 我就是扎大兰人 我的祖先就是被抢来怀人的女人生的儿子 到现在 不是还一直有人在歧视我们吗 可波尔天怀的是我的孩子 他被抢到明儿其人的营地里 已经有八九个月了 女人生孩子是要怀胎十月的 谁能保证波尔天不是因为受到惊吓颠簸而造生了呢 请不断首领 刚才那只鸟叫的可不好听啊 不像是喜鹊 倒像是乌鸦 好 哼 鸟摆栈 不二提 我快要死了 别瞎说 怎么会呢 鸟摆栈 在今你也不能进来呀 博尔天 你就让他走吧 这里有我和花黑尘哪 博尔天 这孩子让你受苦了 为了给你生个永世 我就是再苦也不怕了 这个猪斥来得不是时候啊 猪斥 这就是你给第一个孩子起的名字 是 是长生天给我们俩送来一个小客人 铁木珍 你快走吧 走吧 花黑尘 出来一下 有事吗 小主人 博尔天 跟那个密尔起人是不是 你在说什么呢 小主人 你的妻子被人抢走了 是你的错 是你的耻辱 现在你把妻子抢回来了 你应该高兴啊 可你却怀疑你的妻子 是不是为你保守贞结 是你 我是问你 这孩子是不是我的 你自己都不知道 糊涂的男人 花黑尘 你去照顾波尔天吧 是 夫人 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我来告诉你 波尔天爱着你 他和花黑尘被关在土坑的时候 天天盼着你能把他救出来 好回到你的身边 他一个女人能做什么 打仗报仇 是你们男人的事 你没有保护好自己的爱妻 让他被抢去受苦受凌辱 应该道歉的是你 至于这个孩子 是你的 是你的 波尔天被抢走之前 就坏了他 我知道这事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还没有告诉你 他就被米尔其人抢走了 事后 您一直为什么不说呢 我怕多给你添一份担心 这样不对吗 你以为我怎么样 母亲 不是作为母亲 是作为一个女人 你是我一生当中 见过的最优秀 最值得尊重的女人 真话 我发誓 我就是你说的 该死的米尔其人哥哥的妻子 被你父亲抢来 生下了你们兄弟四个 记住儿子 我是个女人 我会告诉你 对你的波尔天 今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不要向他问起他同那个 米尔其男人之间发生的事 提都不要提 天母真首领 这下你明白了吧 可有些事情我还是不理解 你的那个郝安达 那为什么在你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对你说那样的话呢 不 没保护好自己的妻子 是我的错 以后我会尽量对他好一些 可这孩子究竟是不是我的 那得看你自己了 看我自己 看你能不能把它调教成一匹草原的骏马 而不是一只柴虎 而不是一只柴虎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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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我们和天母真在一起放牧已经一年多了 你还打算继续跟你那位黄金家族的安达在一起放牧吗 什么意思 雷叉 你好像有不同的想法 我是觉得野鸭和天鹅是不能长久的飞在一起的 你的意思 你哥哥是天鹅还是野鸭呀 我 在我心里 从来就觉得我们的先祖同铁国真的先祖一样的高贵 可是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在起言不仁的眼里我们是异族血腾的后代 不 我们的血管里流的血和铁木真的一样高贵 那要看什么时候 他的老婆被人抢走了 我们出兵一万帮他复仇 他当然可以推举你为三部邻军的总首领 可站刚刚打完 在俺八孩墓碑前的祭礼上 他马上就把你主持祭殿的资格毫无道理的取消了 那是他叔父塔利台 算了吧 铁木真连一点前让的意思都没有 你可真是找了一个好安达 你不要说了 好 我不说这个 就说你的好安达 为什么不去跟他那个托窝林寒父亲一起放牧 非要跟你在一起 你说为什么 很明显 在我们的部中当中 有很多是原来起言部的部中 天木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光施仁义 妖买人心 他可没怎么闲着 你不要说了 你给我走 好 我走 我走 到时候 你可别后悔 我走 天木真 坐 天木真 您好像有什么心事 母亲 刚才扎木和安达说 这次移营方向未定 让我拿个主意 那他怎么说的 他说 如果挨着山下扎营有利于放马 挨着水边扎营有利于放羊 问我怎么办好 我 那你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来问问母亲 是这样 他的扎德兰部中 马承群非常富足 而我们的部中穷困得很 许多人只有羊群 扎木和的话意思很明白 就是说羊马不能同放 贫富不能和群 分明是在嫌弃我们 波儿爹的话 不是没有道理 扎木和不愿意和我们一起放牧 似乎 有更深的原因 母亲的意思是 扎木和 是异族血统的后裔 按蒙古人的古训 他没资格做蒙古部的可汗 可你却是黄金家族的后代 将成为合法的可汗继承人 对对 前年秋天 祭奠安巴海寒石 达理台叔叔说过 扎木和 对铁木针主计颇有不快之意 是啊 二兄不能并离 扎木和今天的话 是要和我们分道扬镳 两年前 蒙厉克和朱池台叔叔说过 我的这位安达很愿意帮助弱者 却容不下强者 好吧 好吧 我们走吧 挺不正领着自己都不中走了 是吗 你说我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回去睡一觉吧 我哥哥的话你没听明白 他让你回去睡一觉 白茶儿 告诉我们的人 从那边那条路走 好 首领 他令狐带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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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他令狐带首领 铁木针要攻打我们的营地了 铁木针来了 对 铁木针离开扎木河 带着很多人马上就到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不下两万 什么 两万 去 把拿牙和侄儿和阿歹赶快给我找来 好 用我们最勇敢的斗士去迎战铁木针 慢着 你这不是找死吗 他可不是六年前的铁木针 去 把所有部落的人召集起来 我们马上出发 是 首领 首领 什么事 首领 你看这个事你是不是在考虑考虑 首领 铁木针已经离开了扎木河 我们是不是去投靠扎木河 投靠扎木河 他和铁木针是安的 过去他们是 过去他们是 现在他们都想成为蒙古部落的可汗 将来他们一定是仇人 对 这 好 我们去投奔扎木河 让他们赶快争斗起来 那样谁死了 对我塔利湖台来说都是件好事 走 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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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 这儿的水草还真棒呢 为什么要移营 首领啊 首领让移营总是有原因的 快走吧 你们不会想把自己的牛羊和蒙古包留给铁木针吧 铁木针 铁木针怎么了 铁木针 铁木针带着几万人从胡勒达哈尔山过来了 你知道他是怎样对待抢他妻子的米尔器人吗 你说铁木针打败了米尔器人吗 打败了 他把抓来的米尔器人几乎全部杀光了 你们不愿意留下来挨刀吧 何达恩 你越长越美了 这么美的花卡在骆驼分上了 什么 去你的 傻骆驼 你有这么好看的妻子可不是好事 得随时小心眼被狼给叼走了 何达恩听见没好 铁木针现在已经成为几万人的蒙古首领 长生天保佑了他 保佑了他 阿爸 咱们投奔铁木针去吧 那怎么可以 背抗首领的命令是要砍头的 齿拉文 我们怕是走不出去了 好猎手是不再没有把握的时候乱放箭的 我们赶快走吧 要不赶不上大家了 好吧 我们走 去吧 ск 好 闻心 踏了护台 叔叔 马骑得不错 你怎么知道 你没看见他跑得多快 是啊 我们连他坐进的尘土都没看见 小主人 何大安 何大安 你真好 小主人 你不会忘了我吧 我怎么会呢 难道我能忘了这次的磨难吗 那么我就忘了患难之中 把温情和魏帖给了我的何大安 何大安 等我有了出头之日 我一定来娶你 等着我 将来你有了出头之日 让我来做一个奴婢 伺候你一辈子吧 不何大安 我一定要娶你 天不真首领 你在抢什么 折了面 去让我们的人过来吧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肃营 我的大仗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谢谢你 你是谁啊 你们笑着吗 你们没屁股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波尔呼 你叫什么 我叫提木珍 我知道你 你是叫塔利呼台首领害怕的人 那你看我可怕吗 不 一点都不可怕 你的阿爸阿妈呢 不知道 我到宫里拿许的功夫他们就跑了 你们太吃雾人 让我们吓跑了 你们是坏人 我看把它送给母亲 同娶出一起做羊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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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